你好 欢迎收看5月21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台湾首场台日双认证的富邦杨德长春日巡赛 在5月18号正式登场 来自台湾及日本84位的高球好手 将较租高达1000万日元的总奖金 而这也是日本长春巡回赛首度来移师海外举办 让这场赛事格外有意义 富邦金控首度与杨德集团携手合作 共同举办富邦杨德长春日巡赛 5月18号在领口高尔夫球场盛大登场 希望结合双方力量 让国内高球与国际接轨 富邦本身也有办长春 那我们自己也有办长春 所以就两者合而为一 也受到蔡大董很大的支持 把它竞争为我们所谓的日巡的正规赛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日巡正规赛是第一次在海外举行 那也是台湾第一次举办这样子的跟日本的这种国际赛事 这次富邦杨德长春日巡赛是台湾高球界 有史以来首场台日双刃阵的赛事 透过大型赛事举行也给台湾的选手更大的发挥舞台 台湾现在比赛已经很少了 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举办一个大型的比赛 也利用未来 如果能够大家结合资源 能够办一个更大型的比赛 我想对台湾的这些选手的激励的效果一定也更好 今年赛事将有来自台日84位长春好手 齐聚台湾竞技 赛事精彩可奇 台湾球迷也将可以大包眼福